大家好 这里是一二水族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特殊一点的水路鱼缸造景 这个作者是一个日本的 他的作品虽然说不是特别完美 但是有特色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个亚克力做的一个盒子 里面就是放水泵的 防止水泵跟外界接触的 其实我们国内现在有卖鱼缸的人家 背后直接就有一个开口 水泵往里面放 如果说水泵换了还可以方便的替换 比它这个更厉害 我们看到了它这个主要的结构就是松皮石 然后用胶粘起来的用到了热溶胶 而且也用到了骨架胶 当然了骨架胶在粘合的时候 它这个中间塞的是棉 然后滴上胶水直接就固定住了 其实它这个主体结构并不好看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就这几块往里面一摆 看上去非常丑 但是慢慢的一步一步 这个结构出来以后 就知道它漂亮不漂亮了 首先我们看到了 它下面铺了很多这样的石子 铺了个石子 然后又要往上面放一块玻璃 这个就是镜子 我以前给大家分享的时候 是在草钢皂镜里面 有使用过镜子 然后在里面模仿出一个湖泊的形状 它这个应该也是取自那样的一个原理 往里面放上一面镜子 看着水天胶硬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 获得泥 知道是什么玩意吗 它其实就是一种泥碳图 再加上水苔把它弄完以后 它是有一定肥力的 在上面养苔藓 让苔藓吸收里面的营养 然后它长的状态就会比较好 现在这个景观结构就算是已经完成了 前面为什么要放两个小的 可以有景深的感觉 但是它这个水泵流出来的水 是不是有点尴尬了 如果说这个水流是沿着石头 这样慢慢的流下来的 比它现在这个样子要好看多吧